这个东西呢叫棉花 棉花是拿来干嘛的呢 不是你拿来做棉被的 在手机维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弄成一点一点 然后呢拿镊子沾点洗板水来洗主板 洗洗主板呢 洗那个芯片呢 洗那个直锡网啊都可以 拿它沾点洗板水就可以了 棉花呢在手机维修过程当中用的也很多 可以买这种医用的拖子棉 记住啊 一定要买这种医用的拖子棉 也比较便宜嘛对不对 十块钱够了用大半年了 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清洗 它叫棉花 拖子棉